大陸殡议馆紧急通知严禁泄露内情 美国新任中国委员会主席强调 首要让美国人认识中共 谷爱玲、丽亚、梅西成为年度运动员 中国网民反弹 近九成加拿大人赞成反外国干预法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战争一触即发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2月28日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12月27日 中共国家卫健委在疫情发布会上称 第一波最高峰冲击没有出现大量的重症病亡 但是与此同时 大量的殡议馆却发紧急通知 封锁病亡的消息 日前有网友曝光了一份北京市东郊殡议馆的紧急通知 通知称为严肃工作纪律 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 第一是严禁任何人接受任何媒体或组织的采访 二是严禁任何人议论、解答或透露社管数据、工作运行等情况 三是严禁任何人拍摄、编辑或以短信、微信、邮箱、微博等媒介形式 发送、转发工作情况 如有违反、严肃处理 时事评论人士认为 这恰恰是当局为掩饰其防疫措施的失败 千方百计的掩盖真实的病亡人数 推特上还有人爆料 在北京 原中共二炮王副司令 13日在301医院去世 因为排不上队都没有火化 最后是找关系将其火化了 以他的资历都排不上队 那老百姓怎么办呢 上海、重庆、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有微博网友说 上海的殡议馆需要排队6天 花钱脱关系 去昆山办事 没有任何的仪式 目的靠抢 殡议馆爆满 活化要排队 日前 网络上传出了一份 以上海某牧原名义发布的倡议书 公开招募处理遗体的人员 并且呼吁党员 勇挑重担 要带头参与相关的志愿工作 天津大福安殡议馆人满为患 不过外面还是有很多遗体都泄不过来 广州官方声称 疫情将在1月上旬才达到高峰 但是目前广州的医疗系统已经全部崩溃 殡议馆全都瘫痪 大量的亡者家属排着长龙 凭借病亡证明取号 不仅是如此 当局不敢公布病亡的真实人数 连受期控制下的殡议馆也在帮助维稳 某第一个殡议馆服务大厅里 网民拍摄到接待的柜台 贴出写有 本人承诺 逝者非因新冠病毒去世 若有隐瞒远负一切责任的提醒 有网友在微信上控诉 现在是公开的造假 而且是逼着你配合造假 她的母亲25号在某市立第一医院病故 在填写证明时 她提醒直接病亡的原因 是典型的新冠肺炎 两名医生却问她 是不是想要闹事 证明只要写上新冠 就要经医院核查 还要上报市卫健委 医生扮威胁地问道 你是不想让你的母亲火化了吗 网友认为 这应该是全国医院统一的操作了 此外 由于大量的患者感染出现了白肺的重症 卫健委急忙发问辟谣 说白肺和原始病毒疫苗没有关系 有网民就质问 这么急痴白脸的出来解释 是心虚了 还是吓得乱了阵脚 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指出 面对世卫与世界的担忧 北京三个举动透露出了心虚 第一个举动就是 在12月20日 首次明确新冠病亡的判定标准 即因其他疾病 基础病 比如像是心血管疾病 心梗等原因造成的病亡 不算是新冠病亡 第二就是12月25日 中共卫健委声明 当天起将不再发布 美日疫情的信息 相关的信息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 周晓辉说 为何不敢发布呢 显然是知道自己造假 百姓没有人相信 第三是12月26日的晚间 卫健委通知将新冠肺炎 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周晓辉说 当局以为换了个马甲 就可以消灭病毒 就可以糊弄老百姓 实则只是想骗骗自己 透露出自己的心虚 以掩盖中共防疫政策的全面崩溃 这只能引起更多百姓的怒火 从国内专业人士的判断来看 目前只是处于三波疫情的第一波冲击的中断 第一波疫情的高峰将在1月中旬结束 然后的2月3月会有另外两波疫情的高峰 而目前疫情危重症和病亡的高峰还没有到来 这个时候北京和许多地方都已经接近崩溃了 今后形势只严峻 可想而知 由于疫情传播的太快 人们还来不及适应和准备 加之处于冬季这个最差的时间段 所以从理论上说 中国危重症和病亡人数会比国外更加的严重 预计最终北京会病亡3万人以上 全国病亡总数可能会达到100万 美国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将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 担任众议院新设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新一届主席 他一上任就指出 这个全新的委员会首要任务之一 就是让美国民众了解 为何中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 加拉格尔告诉美国之音 他将美中关系之间一系列的议题 依迫切性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台湾 其次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 他希望将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威胁 以及跟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的关切 和美国人民每天的真实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中国议题很重要 加拉格尔提到 除了在国会山举行听证会之外 他也计划在全美各地召开本地的听证会 让美国民众第一手了解这些中国议题 他强调 有关中国的公共讨论将是我们工作很大的一部分 加拉格尔目前是众议院军事及情报委员会成员 并在许多美中之间分歧的议题上 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 这个月早些时候 他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什纳莫迪 共同推出了一项跨党派法案 计划在全面禁止中国公司拥有的 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 他希望新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 能更多的结合两党合作 确保加强和提升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 并且在国会制定政策应对北京时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滑雪选手美籍华人谷爱玲 因为在2022年代表北京参加冬奥会 受到官媒等多方的吹捧 12月25日 中共官媒新华社选出了 2022年十大国际最佳运动员 把谷爱玲摆在了榜首 而率领阿根廷夺下了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的球王梅西 反而屈居第二名 这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反弹 入榜的还有瑞典撑干跳选手杜普兰提斯 西班牙网球名将纳达尔 网球女将史维泰克 金球奖得主本泽马等 排行出炉之后 中国网民讽刺中共媒体自娱自乐 只找到了一个外籍运动员来冲门面 网民在新华社门户下面留言说 这真的是我这几天见过的最有乐子的新闻了 看了半天才发现 没有排名不分先后的这个字眼 还有人说 这榜单 国内排名也就算了 你还搞国际排名 好家伙直接力压没息 还有人指出 100块冬奥会的金牌都比不上大力神杯一分钟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问一句冬奥会所有项目的收视率加起来 有一场世界杯淘汰赛多吗 网民批评新华社是三流报纸 说懂体育吗 就这样大放厥词 我都替你尴尬 有网民表示 他们支持梅西 是因为梅西是普通人 而非出身好 还有一位网民说 胡爱玲是精英培养出来的 而梅西是从底层家庭一路披荆斩祭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是许多底层普通人的信仰 力压真的是有点搞笑了 做这个排名也不怕丢人呢 一位网民讽刺说 梅西因为没有争取申请中共的国籍 毕竟是缺少了中共的认可 加拿大民调机构Nanos Research 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 近九成的加拿大人赞成对外国代理人进行登记 让公众知道谁受雇去代表中共或俄罗斯等政府 影响加拿大的政治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88%的加拿大人支持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建立外国影响登记处 只有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或者是有些反对 民意测验专家Nanos认为 若为外国政府在加拿大工作 本来就应该透明 如果害怕报告 或许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过去两年以来 加拿大陆续的发现了 包括中国 俄罗斯 伊朗等国 对加拿大社会有不同的影响和干预 包括中共企图干预2019年的联邦选举 中共特工威胁特定加拿大华人等等 总理特鲁多被问及政府是否会参考其他国家设立反外国干预法时说 我们正在考虑一系列的方法 也正在考虑盟友们的做法 思考哪种方式最有效 最适合加拿大会做更多的事情 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网站也介绍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 2018年底 澳大利亚颁布了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法 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早就有了 它要求从事政治活动的外国委托的代理人披露他们的行为 英国最近也提出了一项立法 建立一个外国影响登记计划 迫使为外国利益行事的人申报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活动 否则将面临刑事处罚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说 外国政府 尤其是中共政府 常使用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代理人来传达其观点 并掩盖其非法的付款 加拿大人需要知道谁在幕后操纵并支付费用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两国间 目前气氛紧张 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北部设立了大量的路障 塞尔维亚政府12月26号还在边境部署大批的军队 两国战事似乎是一触即发 国际社会一直敦促塞尔维亚 拆除科索沃北部的这些路障 但是塞尔维亚方面不仅没有拆除 反而在过去的两天 用重型的卡车在科索沃北部的米特罗维查镇等地 搭建了更多的路障 用来分隔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居住地 位于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在1999年战争之后 事实上实现了独立 但塞尔维亚一直对此否认 并坚称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资质省 2008年科索沃发表独立宣言 至今已经获得了近几百个国家的承认 有消息表示塞尔维亚当局 已经派出了军队悄悄地潜入科索沃 塞尔维亚总统伍切奇27号表示 科索沃当局在18天前抓捕了一名塞尔维亚警察 引发了塞尔维亚人的抗议 才有了设置的路障 他还警告 科索沃当局在塞尔维亚首都安插了不少的间谍 并下令边境军队高度戒备 随时准备保护在科索沃的人民和塞尔维亚 科索沃方面否认了伍切奇的指控 表示正在请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拆除路障 从1999年战争结束之后 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有大约4000名士兵 驻扎在科索沃 帮助科索沃维护和平 也就是说 如果塞尔维亚现在对科索沃进行武装攻击 相当于是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发出挑衅 迎来的将是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的反击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提到了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人集中病亡的现象 而殡议馆也成了党的一个秘密组织了 为党保守秘密 以前有人半开玩笑的说 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 如今看看这可不是成了真的了呢 还有中国人比较常用的启示发愿的诅咒 比如说 王无葬身之地 撒谎王全家 如今是不是看起来也正在一一应验了呢 所以还是我东北老家人告诉的那句话要记住 不要随便说不好的话 说了不好的话就会招来不好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人的启示发愿一定会在一个时间当中应验的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